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次收看小A的戰地四武器推薦視頻 那麼非常可惜,這將是小A最後一集戰地四的武器推薦視頻 非常抱歉,小A沒有來得及滿足所有玩家的武器推薦要求 那麼以後小A將只做戰地一的一些遊戲教導視頻 武器介紹視頻還有一些遊戲戰術視頻 戰地四小A已經卸載了,我也相信大多數我的訂閱者現在在玩戰地一 那麼今天小A想推薦給大家的武器是CZ-3AE,簡稱為CZ 那麼CZ是遊戲裡一把PDW,就是說只有工程師才能用這把武器 不過CZ是一把射速非常快的武器,也是非常適應靜止力交火的一把武器 小A常常把他稱為威型法馬斯,因為他的手感與法馬斯非常相似 而且他發揮的射程與法馬斯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小A首先來解說一些CZ的武器數據 那麼從數據上來說,CZ有許多優點也有一些缺點 他的最大優點是他這把武器射速非常快,他每分鐘可以打出去1000法 而且他裝子彈的速度算是比較快的 當玩家槍裡面還有子彈的時候裝子彈要花1.9秒 當玩家子彈通打光的時候裝子彈要花3秒 這裝子彈速度在PDW裡算是比較快的 但是CZ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他的後座力非常難控制 首先他第一發後座力是乘以3倍的 就是你一開火,你的槍馬上會往上跳 他陸續指發後座力的威力是這樣子的 他往上跳是乘以0.4的 往左拉是乘以0.3的 而且往右拉他是乘以0.6的 他的後座力不是非常平衡 就是說他打中距離一些目標可能非常困難 因為他的後座力會到處亂跳 CZ他的子彈傷害在PW裡也不算高 他每顆子彈在近距離最高可以打掉敵人22.5格血 最低在中距離只能打掉敵人13.5格血 最後CZ他的子彈布局也是非常散的 在中距離打的不是非常準 簡單來說CZ是一把近距離的神器 但是如果玩家要用他打一些中距離目標 他的發揮是非常差的 這把武器只適應在近距離與敵人交火 不過在近距離與敵人交火 這把武器的威力是非常可怕的 這把武器純粹是在近距離的一把烹子 我用CZ在近距離可以一下子幹掉四個敵人 而且這四個敵人還手機會都沒有 就算四個敵人當中兩個敵人已經向我開火了 我相信我的射速還是可以先把他們幹掉 但是在中距離小野間千萬不要用CZ與敵人交火 因為CZ在中距離他的子彈傷害實在太小了 與其他PTW一樣他的子彈傷害在中距離是很難把一個敵人幹掉的 而且CZ他的武器的後座力非常跳 他的武器後座力喜歡往上往右跳的 這使得打中距離的移動目標非常困難 如果玩家要打一些中距離目標的話 小野建議還是拿出工程師的火箭頭 不要用手上的這把武器來對付遠距離的敵人 用CZ其實在近距離還是可以點射的 因為他的武器射速非常快 點射可以讓你用一個彈架幹掉兩三個敵人 因為如果你噴的話 很有可能一個彈架只能幹掉兩個敵人 但是如果玩家點射的話 不會浪費那麼多子彈了 就是一個敵人死了就可以馬上換目標再點射 把他幹掉再花目標 可能還有子彈剩下來 可以讓玩家幹掉下一個目標 特別當在近距離用CZ幹掉敵人只需要五發子彈 槍裡面總共能裝31發 嚴格來說如果玩家點射的話 用這把武器完全可以幹掉三到四個敵人的 不過如果在緊急時候想轉角突然冒出來一個敵人 小野還是建議大家噴 因為在那種情況還是要保證自己能活著出來 如果玩家想用CZ這把武器小野建議大家玩室內的突襲模式 或者室內的征服模式 像地鐵還有月牢巡動 千萬不要用這把武器打室外的征服 或者室外的突襲模式 因為他的射程還有他的子彈傷害是非常有限的 在這些模式這些地圖玩家用CZ與敵人在終局交火是非常吃虧的 不過CZ玩團隊死戰是一把非常好的武器 CZ也可以幫助玩家玩稱霸模式就是Domination 在室內的征服突襲團隊死戰小野建議大家盡量跑進敵人再用這把武器 CZ在進局裡是一把秒殺武器所以一定要發揮他這個優點 不過小A希望大家注意 因為CZ他的速速非常快 玩家如果打得好的話會發現很快會把CZ的所有子彈通打光了 所以最好用CZ的時候不要一個人去跑位 最好身邊有一位支援兵可以幫你補給彈藥 不過呢如果玩家打死了敵人的一位支援兵可以換他的裝備 丟下一個彈藥包給自己用的CZ裝彈藥 同時小A建議大家在CZ上只裝一倍鏡 不管是眼鏡蛇鏡土狼鏡還是紅點鏡 因為如果裝倍數更大的武器鏡片 大家會感覺這把武器更難控制 而且大家應該用CZ在進局與敵人交火 不應該用他與敵人在中距離交火 所以根本不需要一些倍數比較大的鏡 大家不能往武器鏡的倍數越高 開鏡開火的時候 玩家感覺到武器後座力的幅度也越大 好那麼今天小A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小A最後一集戰地四武器推薦視頻 在此非常抱歉小A沒有來得及介紹所有大家希望小A介紹的武器 小A因為時間有限而且編輯視頻需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小A會爭取在戰地一介紹一些好的武器給大家 戰地一的武器比戰地四要少一點 我相信我能爭取把戰地一的所有武器都介紹過一遍的 如果大家想看以前小A做的一些武器推薦視頻的話 我的頻道有一個搜索的功能 可以打進去武器的英文簡稱 應該可以找得到 比如說想看小A以前說M16A4 就可以直接在我的頻道首頁上打進M16A4 然後點搜索 會顯示出小A以前做的那個視頻的 好那麼感謝大家收看 以後我就只做戰地一的視頻了 希望大家在戰地一還能跟蹤小A 請大家保重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